大家好,我是靖遠 很高興當初有報名參加財富擴張力的課程 在這幾週的課程的洗禮呢 有意識到內心轉變和成長 很感謝新陳老師 幫助我了解自己的內心想法 突破心魔 找到真正所想要達成的目標 我在去年下半年的時間 處在人生路上最痛苦的瓶頸 有一天偶然在網路上看到 新陳老師在網路上推廣 線上豐盛教室的免費課程 其實我蠻好奇的 看來老師課程的簡介呢 既然是免費的線上課程 那就想報名參加看看 當時其實我的腦中都是負面的想法 對於未來要走的路其實都看不到光明的目標 那在我報名課程之前呢 其實也知道說自己有蠻多的心魔控制著 也知道自己當時的想法 無法把藏在心中的心魔拿掉 那想成功邁向出自己的夢想呢 卻被心中的負面的情緒給糾纏著 心裡八海所提供的免費課程中 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學到 如何去了解發覺自己最深處的想法 宇宙的法則如何影響我的情緒 那所謂潛意識察覺對生活上的正面或負面的能量 我是第一次在線上參與心靈的課程 感覺很新奇 那又有不同的能量在推動著自己 彷彿能夠找到並解決自己的最原始的問題點 那最後要報名課程的時候呢 其實心中感到非常的猶豫 那不知道說這個課程報名下去之後 是否真的會改變自己的內心的想法 那但是後來想一想 如果說自己沒有報名這一項的課程 那對未來的想法和自己的看法 是不是還會一樣呢 那既然已經下定決心要改變了 不只是要腦袋擴大了格局 更要從內心的根去改變 所以沒多久 沒有考慮多久 就決定買下了這個課程 在前幾週的學習當中呢 感覺自己是非常喜歡聽每一堂的課 也很期待下一週新的課程 因為 察覺內心的心靈課 能夠找到最深層的自己 每一次總會有一些的重點聽了很有感覺 那這些重點呢 可以讓我去思考 去 只要去習慣多想 在不知不覺內在也會慢慢的轉變 那當以前的自己呢 在不斷的充滿無助 或是焦慮或是茫嚷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完整引導我的內心世界 那藉由這一堂課呢 讓我真的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 學會和內心對話 察覺內心的想法和內心的感受 那其實這是感覺到非常不可思議的 因為我發覺這樣子是非常有趣的 那彷彿呢 是在探險內心的一趟旅程 其實這樣子感覺真的很棒 那財富擴張力呢 是從身、心、靈 三方面去完整蛻變和意識狀態的改變 讓我了解到 如何打破內心的限制性的想法 去擴張新的思考領域和信念 就讓我有新的正面的態度去面對 如何去吸引真正對的事情到我的生命中 以前呢 我學了很多知識還有財富的觀念 但是就是插了正面的潛意識去擴張我的財富 那現在能夠去改變我的內在狀態 並化為行動影響我的外在狀態 那課程所強調最強調的 我心中最有感覺一句話 察覺就是改變的開始 察覺就是改變的開始 那現在的我能夠去包容恐懼和擔憂 轉化為信心和熱情 想著如何去幫助別人 創造別人的價值和心態 那以前呢常常會被心魔拉著走 不知不覺就被飄走 然後飄到哪裡去都不知道 那學習後與學習前 對我來說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那在這16週的課程裡面 完整的幫助我跳脫過去的負面思考和情緒 離開了限制性的框框 並擴大自己的意識狀態 那知道創造價值的重要性 那仿佛自己的格局和思維已經是非常不一樣了 那很喜歡這樣子的改變 在我認為整個課程質量很高 只要是內心想要改變的人 認真學習課堂上的內容 並利用冥想工具去釐清內在負面的想法 那就可以改變自己對於很多價值觀的思考和情緒 那不管是什麼時候都可以重複的複習這個課程 對未來還有人生的幫助都非常的大 那最後呢真的再感謝我們的新陳老師 那創造了這一場財富擴張力的課程 讓我學習到這樣的課程